而在乡镇市代会的部分 尽头带您到复理乡 复理乡民代表会 第21届第8次的定期大会 18号进行了复理乡长陈荣冲 以及公所团队的实证报告 而其中陈荣冲就表示 针对了育儿补助的部分 今年有编列600万元 预估新生儿有60位 与去年相比较多出了10位的新生 提高了生育率 复理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8次定期会 10月18号进行复理乡长陈荣冲 以及公所团队的实证报告 陈荣冲这次实证报告 特别准备照片进行说明 尤其是道路整建 公所门面改建等工程 从图片就能看出整个工作的前后 跟各位代表做这样的 用这个图片来 让各位代表在施工前跟施工后 它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让各位了解这么多的精卫用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三年多来所基层的建设 另外陈荣冲表示 针对育儿补助的部分 今年有编列600万元 预估新生儿有60位 与去年相较多出10位的新生 提高生育率 那社会福利的方面 我们妇女生育奖励金 每胎是补助新台币8万块 新生而营养补助 每胎是2万块 然后加上现责股的 我们明年度开始 今年每年开金的 我们所有的公民的 这一年 不可以颁10天 那总共加强 我们今年预算大概有编入600万 哪怕就是预估 预估我们这个新生人 大概有60位 去年是50几位 所以我们预估今年有编了600万 接着陆续由各克市主管 到场进行近半年来 施政报告以及业务报告 并且也感谢各位代表 积极的监督乡镇 共同来为复理箱的发展而努力 记者高雄双复理箱 采访报道